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官方也说这篇报告是冷战思维 你觉得这个会对后者产生怎样的压力 对中共的压力会是全方位的 从国家安全战略这个层面思路的转变 意味着各个具体领域的政策都会有所调整 中共不是说川普是冷战思维吗 所谓冷战就是美苏两个强权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多领域的 全面的对抗性竞争 当然现在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回到美苏冷战 那个旧的套路上去 因为中美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还是很多 而且川普在他的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也谈到了 会在很多问题上和竞争对手发展伙伴关系 但是两国的关系基础 像竞争性基础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说用竞争性的基础取代了原来中美两国的政商精英 高层人物们一起闷声大发财的那个基础 川普在他的这个报告里面是强调繁荣是安全的保障 繁荣甚至就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这个是他的一大贡献 川普在演讲里面说 为了安全牺牲繁荣 这样的国家最终将失去一切 那也就是同时确立了安全和繁荣必须一起达成的这个原则 于是乎我们就不太容易看到 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时代的那种做法 像中共这样的政权输送经济利益 来换取他们在朝核问题 在反恐问题上来配合美国 就这种情况就不太可能出现了 为了达成美国的繁荣 川普他会不忌惮使用贸易保护的手段 来确保美国的利益 贸易保护这个词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很反动 那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这个词会有更丰富的认识 那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 再有呢就是他会不遗余力的 增强美国在吸引资本方面的竞争力 鼓励国际投资和工作机会都流回到美国 中国大陆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 实际上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他仍然非常需要国际市场 来消化他国内的过剩产能 而美国的态度很显然也会影响到 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 所以贸易环境的恶化 对中共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那这方面压力的显现 我想不用太长时间 也许一年之内我们就能够看到 再有呢就是川普他谈到了用 就是重复了用实力来争取和平的这个原则 换句话说也就是意味着要扩充军备 那美国就要提升他在太空 在生物技术 在互联网 在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方面的领先地位 那相应的话对中共也会构成压力 那中共要不要进一步扩大军费开销 来和美国搞军备竞赛呢 他就要面临这个选择 那你认为川普的这种国家安全思维 会让世界对抗更多 还是世界更和平更安全呢 我想会带来更多的对抗 但是我们要清楚对抗的本质是什么 里根总统1981年就职以后 和苏联的对抗程度也全面上升了 当时很多人也把里根描绘为一个狂人 一个一根筋的牛仔 政治白痴和战争贩子 但是我们要知道 如果面对苏联咄咄逼人在全球的扩张 你不直面对抗它的话 后果是什么呢 也许到今天还有很多国家 生活在共产主义的铁蹄之下 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民得不到自由 人类历史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 就是说如果你想避免对抗和冲突 你的出发点是懦弱和恐惧的话 那么你就会被恐惧所控制 最终你将失去一切 出于未战的理由避战 那么最终你还是逃脱不了战火的蹂躏 而且将一败涂地 比如对待朝鲜这个政权 川普在演讲中重申了 朝鲜无核化必须达成 而且朝鲜必须确保 他不能够威胁世界 必须拔掉他的爪子和牙齿 那这样一种表态 当然是提升了美国日后 单方面解决金正恩的 就是军事解决的这种风险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对金正恩的威胁退却了 承认朝鲜是个拥和国家 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就会表明安理会的那一连串决议 都是废纸 联合国的微信受到嘲弄 这个解决争端的机制将微信扫地 缺少安全感的国家们 会再度结成大大小小的军事同盟 以自保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又会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种国际环境 就是大到小小的军事同盟浮现 同时美国对朝鲜体现软弱 也会增加中共武力攻台的风险 妥协和绥静换不来和平和稳定 如果说这种对抗的上升是因为善的力量复苏所带来的 那么它就是积极的 就是君子道长 小人道销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发生在台湾的一条消息 就是在19号有四名的新党成员被台湾政府以违反国家安全法为由带走调查 是吧 那么台湾这个新党呢 是这个所谓的反毒促统的这么一个政党 那么很多媒体炮红 蔡政府是以此来打压这些这个主张统一的这些人士 是搞绿色恐怖 你怎么看这种指控 这四个新党的党务工作者在被带走调查之前 他们刚从大陆返台 所以我想介绍一下目前别的事情的背景 那大家可能从这个背景当中 对这几个人被带走调查会有更多的认识 一个事情是12月18号 中共解放军的飞机编队飞越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上空拉链 第二个事情是12月中旬 美国智库的照片显示 就是中共解放军在南海人造岛礁继续军事化 部署高频雷达和别的军事设施 那估计现在这几个人造岛礁 它的军事设施已经足够容纳三个航空兵团 大概是70到80架作战飞机的样子 相当于美军尼米兹及航母的满载搭载的飞机数量 第三个事情就是从11月到12月份 中共军机六次绕台飞行 那这几件事情合在一起 它揭示了一个什么背景呢 其实就是中共方面在积极的准备武力攻台的步骤 在东海和在南海这两个方向加强军事动作 其实就是延伸它这种所谓区域反介入的军事战略 就是把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 尽量排除到离台湾尽量远的地方 把台湾一南一北从这个区域分隔孤立出来 带时机成熟再一举拿下 那军机绕台飞行的目的呢 它本身就是在演练对台湾进行空空封锁 电子压制夺取制空权这些作战科目 它就是对台封锁和武力攻台的组成部分 所以在刚才讲到中美走向对抗的大的战略背景的图景之下 台湾它所面临的安全环境 其实压力是不断上升的 而且很多人现在呢 对这个事情还缺少足够的认识 所以你说这几个政党新党这几个人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他跑到北京去访问是几个意思呢 在我看来非常清楚嘛 那就是中共在准备两手策略 一手准备军事上的武力攻台 另一手呢 是积极发展岛内的合作力量作为第五纵队 现在台湾的这个安全环境已经严峻至此 那你说台湾政府去调查这几个人 是不是程序上有瑕疵 很多人有 那也许真的是有 那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 那我想它是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安的背景之下 台湾的民主制度本身能不能得到保存 受到严重威胁的一个程度之下 其实台湾政府在维护自己国安这方面呢 做的还太少 还不是太多 但是从大陆的角度来看呢 有些人认为因为台湾在滑向独立的道路 所以不管是军事准备 还是岛内的渗透 都是必要的 你怎么看 我始终认为这世界上有万载不变的人性 有千年不变的信仰 却从来没有百年不变的国家 你可以觉得这个国家主权完整 领土完整 统一这种事情很重要 你说这个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主流观念 也是对的 但是在涉及到民族前途的问题上 第一重要的还是文明与进步 大家去翻一翻100年以前的世界地图 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些国家的版图有几个到现在还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说领土有营缩 人民有风和 这是历史上的常态 但是对于这个民族 它长远的道路来讲 它的生命力来讲 在于它能够升级迭代自己的民族性 去和先进的文明相融合 走向未来 而台湾的民主制度 它就是一个文明的成果 它是华夏文明与世界现代政治文明 相融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这个文明成果的保留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 对于子孙后代来讲非常重要 尽管台湾的民主制度 也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运行当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 它是和世界这个文明潮流的方向 是相接轨的 确实在中共不断增加的威压之下 岛内这种离形化倾向也在增强 就是倾向于毒的人群是在增加 那是因为台湾的人 他觉得自己的生存方式受到威胁 但是小小一个岛屿 它又对中国大陆起不到什么改变作用 所以在悲观的情绪之下 大家就觉得只有脱离了中国大陆 它才能够保存现有的生活方式 所以除非中国的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谈统独问题的大背景 才能有一个切换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刚才讲的文明成果是第一位的 保存台湾的这个民主成果 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讲非常重要 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出炉 那么很多国家呢 也都在研究中共的渗透政策 对自己国家的影响 所以看来世界对中共的整体心态 也在发生着变化 是吧 那么未来它在国际上搞统战呢 越多的挫折可能会越来越多 谢谢文章 谢谢杨真 好 观众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州后我们再见